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一起来看看有什么运输资讯和大家分享吧 将军路隧道转车站九龙方向即将完工,有望今个月可以投入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巴士公司已经将站牌和广告安装在转车站那里,相信很快会有宣传的活动 至于开了两边转车站之后会对乘客交通需求有什么影响,迟些会有专题探讨 98373号线,调整星期六开出班次 98373号线,即时调整星期六开出的班次,纯粹将会开早早的7.10分,而在中华香港站就会开下午的6.20分 98277E线,将会在4月19号起,提早由蓝田站开出的头班车时间 277E线,由4月19号起,会在星期一至五,在蓝田站开出的头班车时间,将会提早由6.30分开出 4月19号起,路线N3D将会新增王冠塘渔民坊的班次 路线N3D会在4月19号起,提供由慈云山中前往冠塘渔民坊的青神班次,开车时间为4.30分和5.05分 九龙区专线兆巴60号,来往蓝田平田村至顺利村,已经行新的收费 新的收费是5.3,分短收费是4.1 来往香港仔制度南亚岛武达湾,以及武达湾至索古湾的加岛渡轮服务,已经正式停办 乘客如果想前往武达湾,请利用香港仔制度索古湾经武达的服务 国际方面,法国为了推动较环保的高速火车,有意停止短途的飞机航班 法国国民议会日前投票停止短程的航班,而推动国民使用高速的火车 假如议案最终落实的话,只要两个地方的火车通勤时间为2.5个小时之内 就会停飞国内线的飞机航班,这项的议案原议是为了减少碳的排放,因此以火车载客 比起飞机就更加环保 法国的内政部长Addis Panier-Vonature,表示飞机会制造大量的二氧化碳 为了对抗气候的变化,必须要减低碳排放 而顾及环保的同时,政府也不会放弃本地的企业,将会以公帑去补偿航空公司的损失 但要留意的是,这个法案就算落实了,海外的旅客都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国际航班和接驳航班并不在限制之内 因为新法案受影响停飞的航班,全部都是法国国内的航线 包括巴黎来往波尔多,利昂,南逆,里恩和马赛的航线 届时旅客如果要来往以上的城市,就需要改搭火车系统了 有没有想过,走路都可以帮社区智能呢? 在英国莱顿巴扎特火车站,他们采用了一间叫Pevagen的智能公司 开发的动能地砖,去改善火车站的智能环境 当行人走过这些地砖,地砖会将行人每一步的重量 透过砖下面的电池发电机产生电力 而电力会应用在车站里面的显示屏和长凳上的USB充电装置 这种更有创意的动能发电技术,除了够完環保 还可以鼓励人多些做运动 下次可以考虑装在公园或者运动场,相信我电力会更加充足 今集就分享到这里,下集再见,记得订阅我们